你给我闭嘴 所有男人都可以去追他 就是你不可以 我告诉你 安静他不是物品 没有人可以宣布对他的垄断 我只是欣赏他那个独特的个气 所以才多次邀请他到公司来上班 而且 我们都坐过牢 他的一些感受 我可以感同身受 我只是想帮帮他 栽培他 难道我这样错了吗 这实话告诉你 我决定娶安静为妻人 你要娶安静 对 我妻子已经过世三十多年了 我不能再守着对他那种思念和副主观 过完我后半辈子